将来我们还会受到诚心的支配 所以他过去已造的一切 未来将造的一切 都跟诚心息息相关 而这诚心并没有分 别人的诚心跟我的诚心 我自己的诚心的本性 跟三界一切有情众生的诚心的本性 烦恼的本性都是一样的 都是负面的 我们要了解这样子的道理 首先去认识它 认识了烦恼跟烦恼的过失 就是某一种程度的智慧 由于有了这样的智慧 逐渐的我们开始懂得 什么是善什么是非善 如何去做取舍 这个都是由一些取舍的智慧而来的 所以当我们要踏出禅修的第一步 首先就是要以这样的取舍的智慧 来信受因果 不是这种忧愿性的 是为了 有一种肯定的智慧 这种方法就是 我们已经有一个十诚稿 好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做 不同的日子 当然 中央来 我们想要做 但是我们可以做 我们想要做 出责了 在想太久就得住ок 先住住住住地家 schools 48 70格 收索cy 哇塞也有一下 那就是 如果那些死了 那些死, 但是 我都在現在 我都在命中 我都在想 我都在不想 用得了 那我都在 想 我都在命中 走了 所以我多许, 说, 尼有的, について尽头提供が尽快出。 ここに何を繋げているような考え方で、 なんだかと思われるようになるっていうのは、 6つ目逼のもらわせるようになるのです。 我们还是紧扣着佛子行三十七颂的第二十二个祭颂的前两句 诸所显现为自心,心性本离戏论边继续往下谈 这两段话还是谈的是所有的一些现象 所有的显现都是自心所现 也就是自他无二的道理 他讲的是圣意地 他谈的是一切现象都归于心 包括我们刚刚所讲的一切因果道理 一切苦乐的根源都归于心 由于这一切都归于心 我们已经造了如是因 所以这个果必然会展现 这样子去思考的时候 你会晓得原来因果规律的运行 一些现象的展现都是非常清清楚楚的 你就会真正去体会到佛头所讲的 你再怎么样费尽地去保全你的身体 最终也不能够保全你的下一生 只有保全的自心才能够让你下一生能够转身在人天善去当中 这才是真正所需要去保全的对象 如果你造了相关的业 就一定会得到相应的果 这一点是绝对要加以确信的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 都一定要回到一切显现都是为心所造的 这一个观念上面来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坐肩的短暂的休息时间 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 如果诸位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用言解一概的方式 我们尽量明确地表达您一两个问题 我们用一点时间来回答 嗯 includes 我们正在批识性的阻力 她等着讲 她等着 对现在现在 我们就知道 我觉得是 你闻上的 你闻上的这个统统员 于是 我也是 我也是 还有还是 是的 那是 休息时间 她一听 我一听 那是 这一天 这一天 这个人是 我说我 这一天 这一天 这一天都出来了 要关头 那是 这一个人 万万先自他 就在陪伴他来说的 他们是什么人 因为我这个人 因为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 都未知的規模to 秀案都未知的防灰 洋芒魔谷環 140等 唯 bankでは應先通 dclank.' that nxam 用 box ray ray page comanton 用 box 直接做回探訪 所以用 box と有érience 大量得策人時 特策人時就合作了 人陌 linkenci就聳 пар 你可以接受到你 在那裡ating 給自己的萊姆 那些人都是NTRO 恩法兴 幻灯 幻灯 让我们每周的民 公园 在海洋里 把马拉包 不过认识识是他们 又不离了。 overse来这些人都准备了 不过认识是有事的。 都准备了。 这类子被美朵圣的结巴不云文化的人 云文化困难无才无理 这就直接给我们了 所以这些就是云文化 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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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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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有的 更正一下 我们问题用题文单来写 待会给大家用简单的文字表达 您想要问的问题 如果您真的有非常关键的问题 然后用简单的文字写下来 我们找机会向上师做请示之后 给您做同意的回复 这样子比较省时间 上师刚刚也是说 这样比较好的 再接下来就继续回到说 抉择万象为心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们要从众生的苦之各式各样这一方面来讲 三界一切有情众生受着各式各样的痛苦 每种痛苦都有不同的面貌 我们说这些痛苦的来源就是五毒烦恼 要晓得五毒本身又可以每一种烦恼又可以再细分为五毒 就是五毒它各自的五毒 如果把它更细分的话就有八万四千烦恼 所以才有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 那么八万四千烦恼如果加以归纳的话 最后可以被归纳成五毒 五毒再归纳的话就归纳成贪嗔痴三毒 贪嗔痴如果你要把它归纳在一毒 唯一的问题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愚痴就是无名 所以我们就会晓得原来我要根绝的 我要终结的就是无名心就是愚昧心 所以在佛慈心三次其送当中才会说 我们唯一要解决的一个对象就是我值 因为那个就是真正的愚痴真正的无名 所以一切问题的根源 但我们现在因为不了解这样子的道理的缘故 所以我们执着的自己跟他人之间的界限 创造了二人的对立 我们的概念当中就有自己跟他人的分别 自他是有分别的非无二性的 所以会认为说他怎么会打我呢 你就没办法接受这个是被别人所殴打 是自己的业所造的 实际上你应该清楚的是 在业列因果的规律当中 你不需要去一一的计算该他会怎么样的规律 该怎么样尝清你的债务 而是凡是以烦恼出身所造的业 出自烦恼所造的业必然会受到这样的果报 你不需要一一的去算但是他绝对是真实不需要 就会抱怨在自己身上的 如此一来你就不用去思维说 到底为什么他会打我 他凭什么这样做 因为一定是过去自己的烦恼所造成的 这一点务必要加以有所认识 这是我们自己需要好好认识的 如果你能够这样好好认识的话 就是在了解什么叫做万象为心 从万象为心而心的根源 是在不离因果规律的这一个方面去加以认识的话 就是对自己非常大的利益 当时我的毛线同时看过有的 当时我当时也看过同样有的 当时是不过当时的 当时他做了这些大运营 做了这些大运营同时有的 我们可以将是这个冠犯的 那这个冠犯还影响了 其实没有人的冠犯 想们像冠犯的 那么这些冠犯人 因为冠犯的冠犯 有的冠犯已经某些了 قال他不要给我 这些冠犯的冠犯 看了手冠犯的冠犯 我就不想像冠犯 那些冠犯的冠犯 就是冠犯的冠犯 所以这些冠犯的人 需要操犯的看了 来说的话 直接去择 把它买 一个 这一个大人就是 创作在忽略 这个 所以这种 android的 发弃东西都觉得 在家团呃 家团呃 家团呃疏没来吧 就是这个地方再来一个 这就是 家团呃疏没法受换呃 所以想去鑽子身上伺了 那一刀的肩膀包在那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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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北高腱一生 所以那里里里里里有射关 今里里里里里里的肩膀梵 所以给你以后点火 那里就是自己的方式 那里汇潜在干吗 那里意思是有点 那时候接下来 那可能要不及盡地把戒指摔了 那你就是做了些事情 你就是在裡面 和人家裡邊的宫子 你就是做了些事情 你就是做了些事情 所以我懇罵了 我懇罵了 所以我懇罵 所以我懇罵了 我懇罵了 所以我懇罵了 我懇罵了 那么 先准备不及出一切派物人给人家 这就是苏东方的国家 这就不是一个人来问他 他没有人去那些人来问他 所以就去到一些人来问他 苏东方的面就是一切派物人 因为他子会并在给人家 他就是自己的钱 就把他说的 那么好 当然你要直接了当地 见到我执心的本性 去见心的体性本质 见它的自信 要看一个好像具体可见的事物一样 去看待你的心 那是做不到的 心毕竟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事物 只有当我们以色身在看待事象的时候 在看待外相的时候 才真正能够区别出 自己跟他人之间的差异 我们看自他的区别 是来自于我们对外在形体 对于这个色身的差别 所建立起来的 因为自己有个色身 别人也有色身 所以我们画出了中间的界限 而这样子的界限 实际上就是被我执给占据的 而这我执所占据的范围 是包括一切的 只要有我执存在的地方 就一定有这样子的局限性 举一个例子来讲 今天有一栋房子 你没有买它之前 你对它没有任何的我执心 你对它没有我所执 因为它不是你的 你没有买 所以它怎么样都不关你的事 一旦你把它买下来以后 如果今天有人要破坏这个房子 要拆了这个房子 你的我执心就开始运作了 你就开始生气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我执心 已经跟这个房子产生了牵连了 所以你就开始因为 人家对这个房子做了什么 你就开始不高兴 同样的我们对身边的眷属也好 对自己所拥有的财富也好 金钱也好 都是因为出自我执心 所以你才会有需要获得更多 出自于我执心才会有 厉害的这些冲突出现 比方说你获得越多的财富 你就越开心 这个都是我执作祟 说到底是实实在在是给自己带来痛苦的 而且因为我执 所以我们内心当中的 称心跟贪心会接连不断的发生 他们都来自于我执 举个例子来讲 以恶口这个恶业来说 今天如果你是有我执的人 你就会说 谁谁谁 他怎么这样子批评我 他如何如何骂了我 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执造成了你的称心 然后为什么不能骂你呢 因为你的傲慢 这个傲慢也是来自于我执 所以由于我执 你就会有这些很多的问题 说到底 在究竟实相上来讲 这个新的本性是跟这个我执 毫不相干的 可是在世俗当中 新的运作是随着 业力因果而运作的 所以在业力因果的规律之下 是否要按照着善恶取舍 是否这些业力因果的道理 都是正确的 它能否成立真实性 都是我们需要好好地去加以分析 好好加以去看待 当我们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比方说去以同理心来看待其他的生命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对象 就是动物 因为它跟我们活在同样的世界 我们从动物下手最容易了解 我们的心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活在同一个生命的状态 同样的世界当中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们 它们过的日子不如我们舒适 因为它们没有我们这样子的福报 它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必须要躺在地上 那就是因为它缺乏福报的缘故 我们跟动物的心都是一样 都有爱心 都有慈爱心 可是因为慈爱心的大小有所差别 所以我们感受的苦乐就有所差别 至于我们的心的本性 我们所追求的那个东西 都是想要趋吉避凶 想要离苦得乐这个想法 是完全一致的 从这个层面去加以思维 就会晓得原来人跟动物 在心的内心当中 我们都是一致的 我们都是平等的 对于这些观念 我们需要反反复复地去加以认识 然后你的心量才能够逐渐地扩大 这是一个比赡的 把股串认判出一颗的 股串认判出一颗 股串认判出一颗兴奋的 这个方案是一个议会的 我如何是努力的 人们到底没能力玩 我认识得多两个人 你会不会有关的 你哪里在变化 我会画那些是 那些产生的 我会说 我们有变化 我会讀你 从来的一个人 这次乘化 是 我会议有 例如咱们 零净了 雷狗素 早安 雷狗素 早安 都要 那些人很多人都是 我 antiqu的物 ה 算不及 我们在谷歌和 我们中国戴台 以往 外谷歌 project 這是裡面的 都是《零色彩串》 白鼓屁名是皺蕩的 白鼓屁名 cau呢 二人名是 下見名吐 所以佛陀在開示時 他最開始講的是 此是苦 乳當之 此是吉 乳當斷 所以佛陀的最初的教會就是告訴我們 你應該要了解葉利因果的道理 有些人會認為 我了解葉利因果 可是我只需要解決自己苦樂的問題就好了 如果我獲得幸福快樂 那也就足夠了 然後呢 如果能夠獲得這一生的外在的幸福 自己身體健康無病 也就滿足了 但是實際上應該要想得 這不是這樣子的 就算你的物質生活過得再怎麼好 身體再怎麼樣的舒適 生活如何的優渥 但是你認為的快樂 實際上它背後帶來的只是更多的痛苦而已 比方說你非常的富裕 這個過程當中 累積財富 守護財富 擴展財富 都會帶來痛苦的 你為了要擁有財富 你首先必須要累積它 這個過程就是一個先進的過程 有了它一步 之後還不夠 你必須要保有它 所以你要守護它 你要花很多的心力去守護 而且呢 如果你不能夠讓財富再進一步的被創造出來 不能夠增加你的財富的話 你會覺得有所不足 所以呢 累積 守護 跟創造財富 都會給你帶來很多的痛苦 因此富裕是不是就代表快樂呢 不是的 它代表更多的痛苦 而且呢 如果今天你的過去的善業用盡了 福德耗盡了 本來非常富裕的生活 可能就變成一貧如洗了 就像我們看到有些人 他可能為了要經營他的商業 他借貸非常巨額的款項 可能借了上億的金額 但是最後還債還不出來 所以就走上了了結生命意圖 有些人他們不要說是上億元了 他甚至口袋裡也沒多少錢 可是呢 他心安理得地去工作 開開心心地過日子 他還是過得非常好的 所以可見物質生活並非主要 內心的富裕才是真正重要的 否則的話我們一直去想 如何才能夠經營財富 如何才能夠獲得這些 我要如何去償清我的貸款諸如此類的事情 這是沒完沒了的 那麼 如果你缺乏功德 如果你缺乏學問的話 你最終可能不管是工作 不管是衣食 都可能會出現問題的 那個是自己沒有去充實 自己沒有累積腐化的結果 所以我們一定要曉得 自己受到什麼樣的生命狀態 都是跟自己的業有關 如果你過的是不好的日子 就是因為表示你缺乏福德 為什麼缺乏福德呢 因為你內心沒有慈愛心 比方說你對你的父母不慈愛 你並不孝順 然後這樣子的不慈愛就耗損了你的福德 就造成了你的惡業的國報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去理解耶靈因果的一種方法 我選擇了你的課題 從事判施時的聽起來 讓你來理解 我選擇你了解的事情 我選擇老 tasting賣物 我選擇老的中藤 給我算這些事情 那所以胃口才沒有捧受 我躲得找人很想 我選擇老終了 你選擇小人我看污算了 你選擇小人 彼龍鑑他豈賓 洗秋諺 那這麽能量 背后相 tik 宝贝 做手 拿来 副 住手 都 我們 一慢慢 请订阅 佛江和大陪伴 Gang 除了几乎 只能得到 还有几乎 几乎不福 比拦到第三个 比拦手 就会有这些伤害 你这些伤害就会有这些伤害 就会有这些伤害 那是 了知业力英国的道理 对于现在的生命 就能够产生立即的好处 也就是说痛苦本身就有益于你 你的生命 比方说今天经商不善 本来是一帆丰顺的商业 后来经商不善会倒闭了 你这时候会想 因为你了解英国 所以你晓得说过去之所以可以意气风发 原因是因为我曾经累积福德 有了福德 所以我有那样子的光景 但是今天福德耗尽了 业也用完了 我自然就会破败 这个是业力英国 没有什么好生气的 没有什么好值得我愤怒的 过去你可能要花很多的金钱投资 你可能花了好多亿 但是你晓得说 那个都是过去的光景的 如果我还想要去试图维持过去那个样子的话 我就需要花好多心思去烦恼 我可能要去想怎么样才能投资 如何才能才能够钱滚钱 像这样的想法很多 所以今天如果我破败了 是福德耗尽了 刚好这个就是慈悲的力量让我能够感受到现在的破败 肯定是慈悲的恩德才能够让我有反省的机会 所以我需要去保护慈悲 需要去培养慈悲 这时候你就想到慈爱心的重要性了 同样的如果你过得一不必体的生活 你也想到说那我就要提高对于戒律的重要性 要晓得戒律对我的恩德 需要去保护戒律 修情景戒 这些都是能够思考的 所以当你遇到痛苦的时候 由于你深信业力因果 你不需要去寻求其他的答案 唯一的解答就是这是过去的业所导致的 所以我现在正在偿还过去所欠基欠的债 它能够被净化 所以痛苦跟恶业就是逐渐的消失 因此痛苦在当下对我就是有利的 我一直都在超越来的 但是我现在就比较一样 我真的要认识他们 如果这个人都被赢了 我们也认识了 以前他们都被判了 我们是一直被判了 我们只可以染上 我们现在都是被判了 他们被判了 我们只要被判了 我们在在我们的手上 让我们在增加断 我们就有的人 他们被判了 我们在双对面 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在身边 我们在身边 就有的人 撒起我了 所以水上就搬到水上 就全部是用作的 那你管我的人 那么你自己去到我都 因为你会用这一种 一个人管我都管我的人 就是啦 你会住在那乡 你玩自己吃什么 所以戳来 但是我们是这么说 讲一下我的人 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在座有许多都是多年的老参 老弟子们了 大家也都在很多的善知识那边求法 这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大家都跟许多有经验 非常善巧的善知识 在那边得到了许多佛法的教授 有很多的学习的机会 这都是非常好的 应该继续保持下去 另外就是在平常 我们这两天坐肩休息的时候 希望学员们大家能够彼此针对法义 进行交流跟探讨 这方面的探讨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是大家如果说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有不懂的部分可以互相交流 如果还是不懂的话 就可以写下问题 那我尽力地为大家做回答 研讨法义是非常有益的事情 比方说在欧洲那边 有人在研讨佛子行三七宋 这不是一两个人在这样子做而已 是有上天的人 他们在组织这样的研讨会 就是研习的读书会 这是非常好的 而且是非常有益的 我们在学习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 不要拘泥于形式 当你对人提出佛法的问题 也有益于对方 你尽可能的 针对别人的问题进行 法义上的回答 也是能够累积福德的 那如果说真的有问题 还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就可以写纸条来问 我本人没有什么学问 可是呢 尽可能的也能够 就福德基金三七宋的内容 跟大家做回答 接下来我们休息三十分钟 大家也可以去上洗手间 或者您要做禅修也可以 或者彼此要做法医的研讨都可以 颜某国家 我们学习的研讨都可以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供佛摘天敬护法 前辈香花苏陀果 祈愿佛法永兴隆 法界众生皆安乐 新春供佛摘天祈福法会 恭请慧泰法师及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日期2月1日星期三大年11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摘法义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慈悲至夜花莲中心举办 新春元宵祈福法会 恭送人王护国般若 波罗蜜多金 恭请常驻法师祖法 日期2月5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营院中的水缸 水盆 花气 不用时宜上下颠倒覆盖于地上 才不会积水生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